由新唐人电视制作的全英文节目 在11号的内容中 报导了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拿出去年12月底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的信件 反驳WHO称台湾并未告知他们中共肺炎 有人传人的风险 这支影片在YouTube点击量超过130万 有国外网友留言称赞台湾遏止中共病毒非常成功 还有人表示台湾证明了不需要加入WHO反而更有帮助 认为台湾比WHO更可信 也有网友形容台湾才是世界卫生组织 反观世卫现在只是替中共做事的腐败组织 China in Focus节目 致力于将第一手的中国新闻制作成英文内容 每天半小时让西方国家的观众也能获取最新且真实的讯息 在最新一集节目中更揭露在疫情爆发期间 中共加大力度删除网路上批评政府危机处理 以及对官方数据质疑的评论 并针对顶尖大学研究病毒来源的论文进行审查 网友也对节目内容给予正面反馈 有网友赞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报道中国事实真相的平台 也有人评论这些新闻是美国主流媒体不会去报道的 在中共的收买下他们避而不谈 新唐人眼睛电视唐杰整理报道 有网友赞